各位射击爱好者大家好 欢迎您和我们一起来欣赏 第十四届全运会女子多项飞碟的决赛 这次的全运会射击比赛 在飞碟项目中呢 山东队是在之前的比赛中 发挥的非常的出色啊 他们在双项飞碟的比赛中 包揽了男女个人和团体的冠军 这是看到了山东选手朱敬宇 湖南选手刘英兹 通过之前的预赛呢 是由六名选手进入到今天的决赛 这都是名将啊 市井赛冠军 全国锦标赛 多项混合团体冠军 五号运动员刘晓凤 来自湖南 资格赛成绩116中 出生于2001年6月 从获得2020年全国锦标赛 女子多项团体冠军 六号运动员王兴怡 来自江苏 资格赛成绩115中 出生于1995年10月 曾获得2017年第13届全运会红牌 本场执行 参加决赛的六名选手已经就位 执行裁判长李扬宇 国家级 助理裁判员杨昌翠 国家级 梦龙 国际级 比赛开始 比赛呢 是在一个扇形的场地啊 第一号手机位 首先是 任鸿鱼 这是 王兽影脱靶了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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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漂亮 嗯 哦 哦 哦 拿看第二轮 有了 在飞碟比赛中选手们使用的子弹都是散弹 雷枪的散弹是有效的杀伤面积通常都是在600毫米左右 所以在飞碟比赛中它的射击并不是像 气手枪或者是像步枪去射固定码的 就要求的这么精准 早期的飞碟比赛射的并不是蝶把而是鸽子 后来才改成了我们现在看到的蝶把 而且现在的靶子都是可以降解的 就是可以不去污染环境的 好的 好的 没有问题 这轮几名线上打得都费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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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先来看 欸 又跑了一把 到目前为止呢 是刘晓风的发挥 是最不理想 朱镜宇 任洪宇 还都保持着 百发百中的命中率 好的 王欣一也是五千五中 目前排名并列一位的是 黑龙江 任洪宇 山东 朱镜宇 江苏 王欣一五中 三名选手并列在第一位 这个是又跑了一把 这样王树颖应该在后面的比赛中 就非常艰难了 这边朱镜宇也跑了一把 嗯 并列选手的是 并列五千的两名选手啊 王欣一和任洪宇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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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枪没有问题了 六位选手都已经渐入加紧了 刚才的这一轮 耽误其发 漂亮 拔阀拔中 拔阀拔中 拔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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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稳定一下 有巧奏 这边荣誉呢 是在第十一枪终于出现了失误 这样也给了其他选手追赶的机会啊 最近雨追平了 嗯 别人字也追上来了 可惜啊 这将多把了 三位选手并列应该是 山东 中庆雨 湖南 刘英姿 江苏 王兴宜 九州 开始 谢谢 好的 亡羊不劳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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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柳英姿这枪又是出现了失误啊 这还是回到了最初的局面 任洪雨和朱靖雨 两位选手并列领先 从现场放的这个音乐啊 其实更容易营造一种 相对比较紧张的气氛啊 跑掉了 这样现在领先的选手和落后的选手 应该是都拉大到了两重或者是三重的差距啊 看看这一轮任洪雨已经是射先打中了 十二重 这应该是双这个选手们的第十三枪 林姿这边不应该啊 又出现了一个失误啊 这样成绩已经落下来了 两重的优势还是相对比较大 但是我们看到任洪雨这枪拖把了 马树影呢 在开局的时候 应该是拖了三把 但现在呢 越打越好 山东选手 朱镜宇领先了 但是他听到一个声音我以为是喊从小 出现了一点点小的插曲 这和裁判交涉之后 看来是裁判同意了周静宇重新打了一枪 没有受到小插曲的影响啊 这个心理素质真是过硬 拖把 这个选手们之间的这个气场会互相的影响啊 这接连出现拖把 这边任洪雨还是比较坚挺啊 王树影慢慢的吹上来 王树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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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成绩 目前还在第一位的是山东诸记语14中 还在第二位的是飞龙江任宏语13中 并且第三位的是湖南王书义 湖南刘英兹12中 山东选手确实在飞碟项目中 这个训练水平相当的高 他们的魏盟韩旭 以及魏宁韩旭的组合 都已经在各自参加的项目中获得了冠军 应该是王书颖吧 现在是朱镇宇人 多项飞碟比赛 在不同的方向 不同的角度 不同的高度 其实是对选手们的这种反应 准度 都是考验 还有稳定性 拖把了 这样冠军的争夺确实是非常的净 太激烈了 悬念又被加大了 领先的选手拖把了 漂亮 漂亮 现在这个局面呢 是非常的有意思啊 任务雨和周静雨 领先两中 后面四位选手呢 都是十四中 比他们落后 那这样的话 马上等一会儿呢 这个末位淘汰 也是会非常的有意思 这一轮 任务雨和周静雨呢 都保住了领先的优势 反而是给落后的选手 压力非常大 有因子 关键时刻脱了一把 好 开始 这样最危险的是刘云姿 这样最危险的是刘云姿 我 冠军选手啊 现在非常危险 冠军选手啊 这一枪没有顶住 看看怕刘小冠打中 盲心仪 别打中 报告成绩 目前排在第一位的是 黑龙江热红宇18中 排在第二位的是 山东朱镜宇17中 并列第三位的是 湖南王书宇 湖南刘小凤江苏王兴宇16中 开始 领先的荣宇又拖了一把 王兴宇还是相对的 在开局阶段出现失误之后 现在打的相对沉稳 周金鱼 好的 又一次把这个比分 追平 银子也是不容有失 看刘小冯 有了 有了 这是接连的出现失误 领先者的心理压力 应该是最大的 说着说着啊 领先的 周敬宇也是出现 拖把 这样落后的选手 可以抓住机会 把这个分数追上来 会不会出现 五位并列领先呢 先看这边 刘小凤 好的 王兴宇 哇 这个 今天的飞铁多项的决赛啊 确实是相当的激烈 打到 第23枪的时候 我们看到 五位选手并列领先 而落后 一众的名将刘英姿 也只是 一点点的差距 哇 这箱漂亮啊 从这个角度出来的把 还是很难的 六小凤 拖一把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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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然后也需要调整好自己的情绪 做好心理建设 现在 之前 一开局 大比分落后的 王输影 反而是追了上来啊 嗯 周静鱼顶住了压力 看看刘英姿 好的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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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位选手并列第一 三位选手并列第二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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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从这个动作上来看啊 啊 敏虎宇稍稍的有点失望对自己的表现 这一枪打中了 有了 这枪是不是打得快了一点 仓促了一点 刘晓凤又丢了一把 刚才这把 飞速计入了 虽然它还是保持着自己的飞行的轨迹 但是应该也是打中了一部分 让这个靶子产生了晃动 江苏王兴仪21 这样刘晓凤是被莫威淘汰了 这个选手把这个精力都集中在了比赛中 所以刚才差一点 这枪头打到工作人员的身上 打中 frying子 漂亮 不容易有失啊 饼子 漂亮 黄欣欣还保留着第六名 最后一名的成绩进入到决赛 扮演黑马决赛 最终夺冠的可能性 任何语打中 灵赛现在比较危险 这是朱庆宇 好的 有了 稳 漂亮 王书云应该是在前七八个把位 已经拖了三把 但是在后面的比赛中 这个二十箱应该只拖了一把 几位选手这几轮都是越打越好 有人资压力非常大 打中 没有问题 这样进入到第三十把 看看谁将会被淘汰 都是顶住压力啊 哪都最好的经济神 漂亮 拖了一把 来自江苏的王心仪获得本场比赛 第五名 哎呀 这个王心仪太可惜了 之前也是领先 现在只是 最后一枪没有打好 就被淘汰了 虽然他的成绩跟老将刘英兹是相同的 但是 但是 呃 英兹的越赛成绩呢 要比他好 好 再看这一轮 三名选手都是同分领先 而 刘英兹呢 是 落后一中 所以刘英兹呢 不仅要自己打好 力争百发百中 还要看 对手和脸色 哦 哦 哦 哎 哎 哎 人物鱼又出现了小小的波动啊 哦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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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就给了老将刘英兹的机会 打中 哦 如果是双方同分的话呢 应该是刘英兹要被出局 但现在呢 终于接连的失误啊 哎呦 又是一个吗 这个坏了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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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兹只要 稳稳地 打中 剩下几枪的 哦 哦 已经打中了哈 那这样的话 远洪宇非常危险 之前 一度领先的选手啊 也是预赛的第一名 啊 啊 现在非常的危险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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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嗯 嗯 听着压力 影子 好的 这样容易将会被挤出前三名啊 头发了 这是什么故事 这是什么故事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应该是已经有了判罚 应该是可以重新打一枪 非常关键 好的 打中 这个刘英兹还是大难不死 留在了前三名 在预赛中排名第一的人红宇是非常的可惜 他在决赛中也是一度领先 但是在比赛的中段和刚才这个阶段 是出现了一些小小的波动 设计比赛是一项精细活 你哪怕是心里一点点小小的波动 就会放大到比赛中 现在是比赛中排名第二的王水颖 独自领先 但是也只是领先了一众 周静瑜 嗯 决赛也打中了 开始 此前的飞铁比赛呢 给大家介绍过 山东队在双向的比赛中 拿到了男单女单和 混合团体三枚金牌 而在今天的多项的比赛中呢 现在形成了两名湖南选手 对山东队的 周静瑜的包夹之势 好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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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泽打中 开始 好的 从一度落后三把到现在的领先 这个王树勇确实是在 从第十把之后就挤起直追 表现得非常的抢眼 开始 三十九枪 又打中了 这边朱敬宇 打中 宇文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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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拖了一把 看刘云兹 这枪有没有 顶住压力啊 真棒 又一次大难不止 这样朱敬宇呢 是获得同牌 而场上呢 留下的两位选手都是来自湖南的选手 王树勇 王树勇 接连的失误啊 哦 朱敬兹领先了 阿称 孙 我 说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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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觉飞机比赛更像是在比大心脏 嗯 坏了 这样又一枪不中 看看刘云斯如果再打中的话 形式就非常好了 中国的那句老话 大难不死必有后福 林云斯在第一轮第二轮第三轮淘汰中 印象中都是和对手咬得非常紧 都是显显地获得了晋级的资格 好 第四竹吧 第四竹吧 第四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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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强重新打 第四竹 现在零音资是领先两中 形势非常好 看接下来的这五枪 哦 往这边又拖把了 零音资也拖把了 这样依然是领先两枪 开始 哦 拿中 开始 两个人分差呢 现在是两中 已经是达到了48把 哦 现在 分差被缩小到了 差一中啊 开始 哎 这个成绩看看 刚才是怎么记的 应该是拖了一把 打中 哎 这个成绩调回来了 现在零音资呢也是41中 这一箱 必须打中 第五十枪 第五十枪 开始 调整好自己的情绪 调整好自己的情绪 嗯 打中 保留了一线生机 关键还要看刘云姿这一枪 打中了 哦 恭喜 恭喜刘云姿啊 这是一度把自己放在了悬崖边上 可能只有一个脚趾头挂在悬崖上 到最终呢是夺夺冠军 这个历程真的是非常的惊险啊 这样湖南队从山东队手中 抢下了一枚 飞碟设计赛事的这个金牌啊 两名湖南军手分货冠亚军 好 来看一下女子多项 飞碟多项的最终的成绩 冠军呢 是老相 刘云姿 让我们继续期待运动员们的优异表现 的确是非常的漂亮啊 在最后的阶段 刘云姿几乎是弹无虚发 这个从落后者啊 一路追赶最后变成领先者 最终是获得冠军 湖南队家有一老 如有一宝啊 这个历程确实是非常的 有戏剧性 好 再来看一下最终的成绩 刘云姿 王淑云 这是来自湖南的两位选手 朱敬宇为山东队夺得一枚铜牌 任鸿宇 王心仪和刘晓凤 分裂第四到六位 好 女子飞碟多项的决赛 我们就和大家共同欣赏到这里 稍后我们将为您带来的是 男子飞碟多项的决赛 一会儿见